这条路是高速铁路 运量车的后车开回来了 前车没有看到 前车也是回来了的 刚才没有看到 它紧跟在后面的 它的运量效率是最高的 这是它的驾驶室 它是可以旋转180度的 等一会儿出来的时候 是反向的 那边是前车 前车的驾驶室是两处 这是一处 这个灰尺比较大 这个驾驶室就比较简陋了 这个才是它的主驾驶室 正常运量的时候 就是用这一个驾驶室 去装箱凉了 提量机 吊着箱凉 在那里等着的 提量机启动了 运量车 准备开进去 开到箱梁的底部 开进去了 停车 把箱梁放到运量车上 装车很快啊 几分钟 时候再拆电板和轮 运量车准备出发 扫水车 扫水车 四两场出来 就是上坡 还是弯道 前后车 组合运量 它非常的灵活 等会儿 陪你我回答 你又回答 又回答 哦 车来了 前面就是高铁的路基 运量车上高铁的路基了 还在转弯 这两台车跟在它的后面 运量车提速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见